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每個人都上又老下又小的 甚至還有人可能情況比我們更特殊、更困難 如果大家都只談到自己困難不去的話 那大家都在逃避 那這個疫情怎麼能控制得了呢 畫面中的人是民各黨員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聖內科副主任醫師江華軍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後 他把因车祸受傷未遇的父母 和三個月大的雙胞胎兒女托付給其他家人 在為他們備足食品後 毅然投身戰役一線 近日江華軍在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 除夕夜他是獨自度過的 雖稍嫌冷清 但那時他卻無心顧忌 當天白天都在科室 也就是處理科室的病人的病情 晚上下班回來過後 就要看看這個網絡的一些信息 特別是關於這個肺炎的信息 晚上自己弄一點麵條吃 吃完了也沒看春晚 確實沒有心情看的 因為當時的可能注意力都在這個 新冠肺炎上去了 就是大腦裡總在想著 新冠肺炎現在怎麼樣了 病人怎麼樣了 這個醫生又能又怎麼樣了 我們防護了怎麼樣了 所以可能大腦每天充斥的這些內容吧 受疫情影響 醫院門診接診量驟增 為分擔呼吸科同時壓力 江華軍廚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還擠出時間在網上接診 安撫病人情緒 避免非新冠肺炎患者到醫院聚集 我們大概一天多的時候 可接著一百人 每天晚上都到十一二點鐘 因為這間病人是從早上到晚 他不定時的都給你提問題 有些是半夜發燒了 問需不需要去醫院 就是你要不停地看到手機 有時候看到眼睛的這個發昏 我只是想自己能夠多一份 給病人一份安慰啊 一份這個指導啊 病人就少一點盲目 多一份安全 2月1日 江華軍進入隔離病房增援 他告訴記者 自己第一次穿戴如此嚴密的 防護裝備工作 儘管面臨巨大風險 但他仍克服緊張與不適 盡全力救治患者 比如說防護服裡頭 可能這個氧氣不是那麼足 您這個有一種缺氧的感覺 人在缺氧的狀態下就很緊張 特別是進了病房過後 當您聽到病房的病人 一些這個喘息 咳嗽 聲音的聲音 那會更讓你緊張 醫生我覺得救死扶傷 是他的天子 我能夠清楚地記得 每一個患者的年齡 比如說哪個患者 這個羊包的多少 叫出名字 是在靠門邊的靠哪一個 我都基本都還記得 閑下時 江華君也經常和家人視頻通話 和他們分享工作與生活的點滴 他總說辛苦了 再堅持 讓家人放心的同時 也表達自己的愧疚與感激 在駐守隔離病房一個月後 江華君才從一線退下 開始居家自我隔離 而為降低風險 在解除隔離 恢復正常診療工作後 江華君也仍和家人保持着距離 他說 等這次疫情過去 自己最想做的就是好好抱抱孩子 陪陪家人 疫情過後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回到小孩的身邊 能夠抱抱他們 能夠去照顧他們 還有 我覺得想做的事情也太多了 包括到外面草地上去坐坐 享受著沐浴在陽光下 享受著新鮮的空氣 都是自己想要再次去體會的